聖約翰科技大學在日前舉辦瓜族傳情的活動 由二年級學長姐代表全校師生表達對犧牲的歡迎之意 並將聖約翰優良傳統延續下去 藉由學長姐將代表瓜族精神的環保餐具送到學弟妹手中 現場有將近一千八百位的同學來參加 聖約翰科技大學日前舉辦瓜族傳情活動 這站活動已經連續舉辦了十八屆 是聖約翰科大獲得品德教育學校獎項的特色活動 而校方表示建立友善校園文化 透過正式的傳承儀式 讓二年級的學長姐代表全校師生 表達對新生的歡迎之意 並且將學校的優良傳統傳承下去 校長期許學生在求學期間培養品德以及學習能力 並且實踐立校精神 讓聖約翰精神能夠代代相傳 他現在已經舉辦了十八年 這是我們學校在品德教育上下很重要的一個活動 也就是由我們二年級的學長姐 將我們學校精神傳給給我們一年級的這些新生們 主要要讓他們了解學長姐的關愛跟關懷 校長表示三居盛產南瓜 而竹子則是校徽的圖騰之一 以瓜竹作為傳承的象徵 不但是能夠落實在地精神 也是學長姐對於學弟妹的表達關愛的第一步 而瓜竹傳情的傳承儀式上 校長先將印有瓜竹圖樣的傳承物傳給一級主管 還有各學院的院長 再由系主任傳給各系的學會會長 再由二年級的學長姐 將傳承物送給一年級的新生 象徵聖約翰科大優良的傳統立校精神 源源不絕傳遞下去 瓜竹傳情嘛 那就是南瓜是代表三支地區的一個特產 那代表在地生根的一個概念 對那竹子呢 就是有清高的一個想法 對那結合瓜跟竹的一些精神 那就是發揮我們 就是發揮約翰的精神 那就是讓同學們有一個不一樣的一個 全新的感受 然後我們今年呢 特別準備了那個環保背帶 那響應我們的那個環保的一個議題 今年以南瓜籍竹子的圖樣 印在環保背帶上面作為傳承物 並且提供南瓜餅乾 同時結合環保觀念 希望每一位新生在感受 師長及學長姐的關懷與溫暖之餘 也能夠身體力行 響應減塑愛地球社會公民責任 傳承約翰人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精神 記者許多安一對學生報報導 啦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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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